尼西米记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贝鲁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那些贝鲁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时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谓的 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 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 吩咐的诫命,律例,点章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 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 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 为我名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 救赎的 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 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我是做王九正的 第二章亚达薛熙王二十年你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 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 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 于是我甚惧怕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魔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摸倒天上的神 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插浅我 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王问我说,你需要多少日子 几时回来 我就定了日期 于是王喜欢插钱我去 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自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 直到犹大 又自诏书,通知管理王元林的亚萨,使他给我幕料,做属电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 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 王就允准我,因我神师恩的手帮助我 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 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和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是恼怒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 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 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 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野狗或坐龙 到了粪场门,查探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 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夜间延西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 就回来了 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 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会咒,官长,和其余 做工的人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 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 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 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扇工 但和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 人基善,听见就失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 要背叛王摩 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秘时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 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纪念 第三章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利门扇 右驻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夜楼,分别为圣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 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建造 哈西拿的子孙建立余门,驾横梁,安门扇,和拴索 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墨修造 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修造 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 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 但是他们的贵手不用奸,奸元门做景象,但他们主的工作 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带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 其次是哈路摩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扑修造 哈林的儿子玛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 卢楼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哈嫩和撒罗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拴索 又建筑城墙一千轴,直到粪场门 管理伯哈基林,立甲的儿子玛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拴索 管理米斯巴,哥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拴索 又修造靠近王元西罗亚池的墙园,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 其次是管理伯素一半,亚普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永世的房屋 其次是立卫人,巴尼的儿子立红修造 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 其次是立卫人帝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西拿达的儿子巴瓦一修造 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泄修造一段,对着武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 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鲁杰利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 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墨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 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 其次是遍雅民与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脚 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网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 其次是巴鲁的儿子,皮大亚修造 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 其次是提戈亚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 从马门往上,众基斯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阴脉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是玛雅修造 其次是施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 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银将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 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 银将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 第四章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吃笑犹大人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 要保护自己磨,要献剂磨,要一日成功磨 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强磨 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 上去野壁 道 我们的神阿,求你吹听,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悦物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三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石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 夺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慎发怒 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犹大人说,灰土上多,扛台的人立即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 萧乙我是百姓个案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 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 当即念主是大而可谓的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剑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 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 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穿货做拿,铠甲 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 修造城墙的,扛牌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修造的人都腰间配刀修造,吹脚的人在我旁边 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 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 我们的神币为我们征战 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那时,我又对百姓说,恶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 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第五章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游大人 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的粮食度命 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给粮食充饥 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 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 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 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毙,我们的女儿已有为毙的 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审发怒 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宙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 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 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游大人 你们还要卖弟兄,我们赎回莱魔 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 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 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魔 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 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 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 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 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 都归还他们 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所要,必照你的话行 我就照了祭司来,叫众人启示,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 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 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 会众都说,阿门 又赞美耶和华 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 自从我奉派做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亡二十年 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 四十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侠制百姓 但我因敬畏神部这样行 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制买田地 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 除了从四围外帮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 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 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又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 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 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慎重 我的神阿,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时温于我 第六章三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扇,和我们其余的仇敌 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 三巴拉和基扇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 他们却想害我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 也能平宫下去见你们呢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三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卫风的信,信上写着说 外邦人中有风声,加师母,就是基扇见二章十九节 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成墙,你要做他们的王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 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 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 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我到了米西达别的孙子,蒂莱雅的儿子是玛雅家里 那时,他闭门不出 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是夜里来杀你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 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的神啊,多比亚,三巴拉,女先知诺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们一切仇敌,四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仇眉不展 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咒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 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 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 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于他 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 第七章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合力为人都已派定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 因为哈拿尼亚是中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 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 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 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 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 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咒,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 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旗上写着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 从被掳盗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拿 哈玛尼,莫迪改,地山,米斯皮列,比吉瓦伊,尼虹,巴拿 回来的 以色列人民的树木记在下面 巴路的子孙2172名 士法提亚的子孙372名 亚拉的子孙652名 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8名 以兰的子孙1254名 撒土的子孙845名 撒改的子孙760名 宾内的子孙648名 比拜的子孙628名 亚甲的子孙2322名 亚多尼干的子孙667名 比吉瓦伊的子孙2067名 亚丁的子孙655名 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加的子孙98名 哈顺的子孙328名 比赛的子孙324名 哈拉的子孙112名 鸡便人95名 伯利恒人和尼陀法人共188名 亚拿突人128名 伯亚司马夫人42名 基列耶林人,基菲拉人,比路人共743名 拉玛人和加巴人共621名 莫玛人122名 伯特利人和爱人共123名 别的尼波人52名 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 哈林的子孙320名 耶利哥人345名 罗德人,哈蒂人,阿罗人共721名 西拿人3930名 祭司 耶书亚加,耶大雅的子孙973名 阴脉的子孙1052名 巴施呼尔的子孙1247名 哈林的子孙1017名 利未人 和达威的后裔,就是耶书亚和贾灭的子孙74名 歌唱的 亚撒的子孙148名 守门的 沙龙的子孙 亚特的子孙 达门的子孙 亚古的子孙 哈底大的子孙 朔拜的子孙 共138名 尼提宁,就是殿义 西哈的子孙 哈苏巴的子孙 达巴鹅的子孙 吉律的子孙 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利巴拿的子孙 哈加巴的子孙 萨埗的子孙 哈南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加哈的子孙 利亚亚的子孙 利逊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加散的子孙 乌萨的子孙 巴西亚的子孙 比赛的子孙 米乌宁的子孙 尼普新的子孙 巴普的子孙 哈古巴的子孙 哈呼的子孙 巴喜律的子孙 尼西大的子孙 哈沙的子孙 巴科的子孙 西西拉的子孙 达玛的子孙 尼西亚的子孙 哈提法的子孙 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就是索太的子孙 索斐列的子孙 比路大的子孙 亚拉的子孙 达昆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是法提亚的子孙 哈提的子孙 波黑列哈斯巴音的子孙 亚门的子孙 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共392名 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律 亚顿 因麦上来的 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 是以色列人不是 他们是蒂莱雅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共642名 祭司中 哈巴亚的子孙 哈哥斯的子孙 巴西莱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激烈人 巴西莱的女儿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莱 这三家的人 在族谱之中寻查自己的谱系 却寻不着 因此算为不竭 不准供祭司的执任 省长对他们说 不可施至圣德物 直到有用乌灵和土名 决一的祭司兴起来 会众共有42360名 此外 还有他们的谱壁7337名 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 他们有马736匹 骆子245匹 骆驼435只 驴6720匹 有些组长为工程捐助 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字1000 另位人 首门的 歌唱的 民中的一些人 尼提宁 并以色列众人 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第八章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 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以色拉 将耶和华及摩西 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色拉将律法书 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从清早到上午 在众男女 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文士以色拉站在 为这士特贝的木台上 马他提亚 是马 亚奈亚 乌利亚 希勒加 和马西亚 站在他的右边 皮大亚 米沙利 马基亚 哈顺 哈巴大拿 撒加利亚 和米书兰 站在他的左边 以色拉站在众民意上 在众民眼前晒开这书 他一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以色拉称颂耶和华制大的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门 阿门 就低头 念福于地 敬拜耶和华 耶书亚 巴尼 施利比 亚敏 亚古 沙比太 河地亚 马西亚 基利他 亚撒利亚 约萨巴 哈南 皮莱亚 和利为人 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省长尼西里合作祭司的文士以色拉 并教诊百姓的利为人 对众民说 今日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圣日 不要悲哀哭泣 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又对他们说 你们去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 有不能预备的 就分给他 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于是利为人使众民静默 说 今日是圣日 不要作声 也不要忧愁 众民都去吃喝 也分给人 大大快乐 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次日 众民的组长 祭司 和利为人都聚集到文士以色拉那里 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 他们建律法上写着 耶和华及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 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 你们当上山 将橄榄树 野橄榄树 翻十六树 棕树 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字取来 照着所写的搭棚 于是百姓出去 取了树枝来 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 或院内 或神殿的院内 或水门的宽阔处 或以法联门的宽阔处搭棚 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 住在棚里 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 直到这日 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 于是众人大大喜乐 从头一天 直到末一天 以色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 众人首节七日 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 第九章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近时 身穿麻衣 头蒙灰尘 以色列人 人缘文做种类 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耶书亚 巴尼 假灭 是巴尼 布尼 施利比 巴尼 基拿尼站在立位人的台上 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立位人耶书亚 假灭 巴尼 哈沙尼 施利比 和地亚 是巴尼 皮塔西亚说 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 永世无尽 耶和华阿 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 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 应许把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及家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 且应验了你的话 因为你是公义的 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 就施行神迹其事在法老 和他一切臣仆 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 你也得了名声 正如今日一样 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 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 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前地 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 如石头抛在大水中 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 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你也降临在西奈山 从天上与他们说话 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 真实的律法 美好的条例与诫命 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 并及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 条例 律法 从天上赐下粮食 冲他们的鸡 从磐石石水流出解他们的渴 又吩咐他们进去的你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 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 不肯顺从 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骑士 敬应着景象 居心悖逆 自立首领 要回他们为路之地 但你是恶意饶恕人 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自爱的神 并不多弃他们 他们虽然住了一只牛犊 彼此说 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 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 你还是大师怜悯 在旷野不多弃他们 白昼 云柱不离开他们 仍引导他们行路 黑夜 火柱也不离开他们 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 教训他们 为常不自满 拿使他们虎口 并赐谁解他们的渴 在旷野四十年 你养育他们 他们就一无所缺 衣服没有穿破 脚也没有种 并且你将列国之地 照分赐给他们 他们就得了西红之地 西石本王之地 和巴山王二之地 你也使他们的子孙 多如天上的星 带他们到你所应许 他们列祖进入的畏业之地 这样 他们进去得了那地 你在他们面前制服 那地的居民 就是迦南人 将迦南人和其君王 并那地的居民 都交在他们手里 让他们任意而待 他们得了坚固的诚意 肥美的地图 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 凿城的水景 葡萄园 橄榄园 并许多果木树 他们就吃而得饱 身体肥胖 因你的大恩 心中快乐 然而 他们不顺从 竟叛叛你 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 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 大大惹动你的怒气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 磨难他们 他们遭难的时候 哀求你 你就从天上吹听 照你的大怜悯 赐给他们拯救者 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但他们的平安之后 又在你面前行恶 所以你丢弃他们 在仇敌的手中 使仇敌挟持他们 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 你仍从天上吹听 屡次照你的怜悯 拯救他们 又警戒他们 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 他们却行事狂傲 不听从你的诫命 干犯你的典章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扭转尖头 应着景象 不肯听从 但你多年宽容他们 又用你的灵集众先知 劝诫他们 他们仍不听从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 列国之民的手中 然而你大发怜悯 不全然灭绝他们 也不丢弃他们 因为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阿 你是至大 智能 智可谓 守约是慈爱的神 我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先知 列祖 和你的众民 从亚述猎 猎王的时候 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 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 你却是公义的 因你所行的是诚实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我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 不听从你的诫命 和你警戒他们的话 他们在本国里 瞻你大恩的时候 在你所赐给他们 这广大肥美之地 尚不是奉你 也不准离他们的恶行 我们现今做了奴仆 至于你所赐 给我们列祖 享受其上的土产 并美物之地 看哪 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 这地许多出产归了猎王 就是你因我们的 罪所派狭制我们的 他们任意狭制 我们的身体和牲畜 我们遭了大难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册上 我们的首领 立卫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第十章签名的是 哈加利亚的儿子 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加 祭司 西莱雅 亚撒利亚 耶利米 巴什护尔 亚玛利亚 马基亚 哈图 士巴尼 马路 哈林 米利末 俄巴迪亚 但以利 禁顿 巴鲁 米书兰 亚比亚 米亚民 马西亚 必该是马亚 又有力为人 就是亚散尼的儿子耶稣 西拿达的子孙宾内 假灭 还有他们的弟兄 是巴尼 河地亚 基利他 皮莱亚 哈南 米加 利河 哈沙比亚 撒克 施利比 是巴尼 河地亚 巴尼 比尼鲁 又有名的首领 就是巴鲁 巴哈摩亚 以兰 巴尼 布尼 亚甲 比拜 亚多尼亚 比吉瓦一 亚丁 亚特 西西加 亚朔 河地亚 哈顺 比赛 哈拉 亚拿突 尼拜 摩比亚 米书兰 西西 米什萨别 撒都 亚度亚 皮拉提 哈南 亚奈亚 和西亚 哈拿尼亚 哈树 哈罗黑 皮利哈 朔百 利红 哈沙拿 马西亚 亚西亚 哈南 亚南 马路 哈林 巴拿 其余的民 祭司 利未人 首门的 歌唱的 尼提宁 和一切离绝 邻邦居民 归服神律法的 并他们的妻子 儿女 凡有知识 能明白的 都随从他们贵咒的弟兄 发咒启示 必遵行神 及他仆人摩西 所传的律法 谨守遵行耶和华 我们主的一切诫命 典章 律例 并不将我们的女儿 嫁给这地的居民 也不为我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这地的居民 若在安息日 或什么圣日 带了货物或粮食 来卖给我们 我们必不买 每逢第七年 必不耕种 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 我们又为自己定例 每年个人捐银 一舍克勒三分之一 为我们神殿的使用 就是为陈舍饼 长县的素祭 和凡祭 安息日 月朔 节期所限的与圣物 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 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 我们的祭司 利未人 和百姓都撤迁 看每年是哪一族 所磨的面和举祭 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 新酒与由奉给祭司 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 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 奉给利未人 因利未人 在我们一切成义的图产中 当取十分之一 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 亚伦的子孙中 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 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 取十分之一 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 收在库房中 以色列人和利未人 要将五穀 新酒 和尤为举祭 奉到收存圣所器敏的屋子里 就是供职的祭司 守门的 歌唱的所住的屋子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点 第十一章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百姓撤迁 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 在圣城耶路撒冷 那九人住在别的城义 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以色列人 祭司 利未人 尼提宁 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都住在犹大城义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 记在下面 其中有些犹大人和遍雅敏人 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 乌西亚的儿子亚他亚 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士法提亚的儿子 士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 又有巴鲁的儿子马西亚 巴鲁是古河西的儿子 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 哈塞亚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约亚利的儿子 约亚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罗尼的儿子 住在耶路撒冷 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 都是勇士 遍雅敏人中有米苏兰的儿子撒路 米苏兰是约邪的儿子 约邪是皮大亚的儿子 皮大亚是哥赖亚的儿子 哥赖亚是马西亚的儿子 马西亚是伊帖的儿子 伊帖是耶撒亚的儿子 其次有加拜 撒来的子孙共928名 希基里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 哈西鲁亚的儿子 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 祭司中有亚金 又有约亚利的儿子耶大亚 还有管理神殿的西莱亚 西莱亚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撒都的儿子 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亚西图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共执的 共822名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亚大亚 耶罗汉是皮拉利的儿子 皮拉利是安喜的儿子 安喜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巴施护尔的儿子 巴施护尔是玛基亚的儿子 还有他的弟兄做组长的 242名 又有亚撒列的儿子亚马帅 亚撒列是亚哈赛的儿子 亚哈赛是米什利默的儿子 米什利默是阴脉的儿子 还有他们弟兄 大能的勇士共128名 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地耶 是他们的长官 利位人中有哈树的儿子是玛亚 哈树是亚利干的儿子 亚利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 又有利位人的族长 沙比太和约撒巴管理神殿的外事 祈祷的时候 位称谢灵首的是米家的儿子马他尼 米家是撒底的儿子 撒底是亚撒的儿子 又有马他尼弟兄中的巴布加为父 还有沙姆亚的儿子亚大 沙姆亚是加拉的儿子 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 在圣城的利位人共284名 守门的是亚古和达门 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 其余的以色列人 祭司 利位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成义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尼提宁却住在俄斐勒 西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 在耶路撒冷 利位人的长官 管理神殿事物的是歌唱者 亚撒的子孙 巴尼的儿子乌西 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 马他尼是米家的儿子 王为歌唱的出命令 每日攻击他们必有一定之粮 尤大儿子谢拉的子孙 尼是撒别的儿子皮他西亚 辅助王伴里尤大民的事 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 有犹大人住在激烈亚巴 和属激烈亚巴的乡村 敌本和属敌本的乡村 叶甲靴和属叶甲靴的村庄 耶稣亚 摩拉达 伯帕列 哈萨书亚 别是巴 和属别是巴的乡村 喜吉拉 米格拿 和属米格拿的乡村 因林门 索拉 耶莫 撒罗亚 亚都兰 和属这两处的村庄 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 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是巴 耶稣亚回来的祭司 与利未人记在下面 祭司是西来亚 耶利米 以斯拉 亚玛利亚 马路 哈图 释迦 利宏 米利墨 伊多 金顿 亚比亚 米亚民 玛迪亚 地加 是玛雅 约雅利 耶大亚 撒路 亚目 希勒加 耶大亚 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 做祭司 和他们弟兄的首领 利未人是耶稣亚 宾内 贾灭 是利比 犹大 马他尼 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是 他们的弟兄八部家 和乌尼赵自己的班次 与他们相对 耶稣亚生约亚金 约亚金生以利亚时 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 耶和耶大生约拿丹 约拿丹 生亚布亚 在约亚金的时候 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 或做班本段童 有米拉亚 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 以斯拉族有米苏兰 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南 米利谷族有约拿丹 士巴尼族有约瑟 哈林族有亚拿 米拉约族有希勒凯 伊多族有撒加利亚 禁盾族有米苏兰 亚比亚族有希基利 米拿民族某 摩亚底族有皮勒太 毕加族有沙姆亚 士玛亚族有约拿丹 约亚利族有马特乃 耶大亚族有乌西 撒来族有加莱 亚木族有希伯 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 耶大亚族有拿坦业 至于利未人 当以利亚时 耶和耶大 约哈南 亚度亚的时候 他们的族长记在侧上 波斯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 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侧上 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 知道以利亚时的儿子 约哈南的时候 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 施利比 贾灭的儿子耶稣亚 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 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 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 马塔尼 巴布加 额巴底亚 尼书兰 达门 亚古是守门的 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 村庄与伯吉甲 又从加巴和亚马福的田地聚集 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 为自己立了村庄 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 也洁净百姓和城门 并城墙 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 使城谢的人分为两大队 排列而行 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 向粪场门行走 在他们后头的有和沙亚 与犹大首领的一半 又有亚撒利亚 以斯拉 米苏兰 犹大 汴亚敏 是玛亚 耶利米 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 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 约拿丹是士玛亚的儿子 士玛亚是玛塔尼的儿子 玛塔尼是米盖亚的儿子 米盖亚是撒克的儿子 撒克是亚撒的儿子 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 是玛亚 亚撒利 米拉来 基拉来 马埃 拿坦耶 犹大 哈拿尼 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 闻是以斯拉引领他们 他们经过全门往前 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 在大卫宫殿以上 执行到朝东的水门 第二对称谢的人 要与那一对相应而行 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 在城墙上过了卢楼 直到宽墙 又过了以法连门 古门 渔门 哈南夜楼 哈米亚楼 直到阳门 就在护卫门站住 于是 这两对称谢的人 连我和官长的一半 站在神的殿里 还有祭司以利亚金 马西亚 尼拿民 尼该亚 以利约乃 撒加利亚 哈南尼 吹号 又有马西亚 士马亚 以利亚撒 乌西 约哈南 马基亚 以兰 和以谢奏乐 歌唱的就大声歌唱 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 那日 众人献大忌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父女大孩童也都欢乐 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 听到远处 当日 派人管理库房 将举计 出书之物 和所取的十分之一 就是按各成田地 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 和利为人的分 都收在里头 由大人因祭司 和利为人共职 就欢乐了 祭司里为人 遵守神所吩咐的 并守洁净的礼 歌唱的 守门的 照着大卫和他儿子 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 五时 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 有歌唱的灵场 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 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 守门的 每日所当得的分 攻击他们 又给利为人当得的分 利为人又给亚伦的子孙 当得的分 第十三章当日 人念摩西的律法书 给百姓听 预见书上写着说 亚门人和摩押人 永不可入神的会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 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 且顾了巴兰咒诅他们 但我们的神使 那咒诅便为祝福 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 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先是蒙派管理 我们神殿中库房 的祭司以利亚时 与多比亚结亲 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 就是从前收藏素祭 乳香 气敏 和照命令攻击 立为人 歌唱的 守门的五谷 心酒 和有的十分之一 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 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 我回到王那里 过了多日 我向王告假 我来到耶路撒冷 就知道以利亚时 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 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 我甚恼怒 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 从屋里都抛出去 吩咐人洁净这屋子 最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 乳香又搬进去 我见利为人所当得的分 无人攻击他们 甚至供值得利为人与歌唱的 聚个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 我就施责官长说 为何离弃神的殿呢 我便招聚利为人 使他们照旧供职 犹大众人就把五谷 心酒 和有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 我派祭司是利米亚 文是撒都 和利为人皮大雅 做库官管理库房 副官是哈南 哈南是撒克的儿子 撒克是马他尼的儿子 这些人都是忠信的 他们的职份是将所供给的 分给他们的弟兄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时纪念我 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 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那些日子 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炸酒 原文做踹酒炸 搬运和捆驼在驴上 又把酒 葡萄 胡花果 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 担入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 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 他们有黑影的时候 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 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 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 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 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 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 我就警戒他们说 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 若再这样 我必下手拿扮你们 从此以后 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 我吩咐力为人竭尽自己 来守城门 使安息日为圣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时纪念我 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那些日子 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什兔 亚门 摩押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儿女说话 一半是亚什兔的话 不会说犹大的话 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我就斥责他们 咒诅他们 打了他们几个人 拔下他们的头发 叫他们指着神起誓 必不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外邦人的儿子 也不为自己和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我又说 以色列王所罗门 不是在这样的世上犯罪魔 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 且蒙他神所爱 神力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 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 如此 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 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 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 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 荷伦人三巴拉的女婿 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执任 违背你与祭司里为人所立的约 这样我洁净他们 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 派定祭司和立为人的班次 使他们各尽其职 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 和出属的土产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时恩与我 与了外邦女子为妻 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